互相发展出友好甚至亲密的关系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你看小孩子小的时候哥俩整天打架 长大了以后都没有记仇的 其实有一些是该记仇的 就像我和我哥哥 我哥哥打了我十多年 前半我也提过小孩子打架是批发育的 我哥哥说到这个武术功底什么的 清宫内利安器什么的 除了清宫比我好一些 比较轻一些 其他的都差不多 他能打我十年 靠的是防御枣 差了四岁半 整天往下砸 打着打着 有一天我防御了 他就不打了 有一次他跳起来打我脑子 我哥哥比我矮一点 我一米七六 我哥哥一米七一 每次打我脑子 跳起来打了一天 一瞬间我们俩都愣住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他也觉得奇怪 打个破弟弟子麦的跳起来 就我们俩都忘了我已经发育这件事了 我也打习惯了 然后我就冲他凝笑了一下 然后他若有所思就不再打我了 当然我也没报复他 现在见了面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一见面还是友好 甚至亲密 拍了一下 后背用一点内力 但是内力都是骗人的 你也知道 大家相信气功 是吧 调养 什么身心健康 有一点用处 你要相信有什么内力 都是扯淡 要真有内力 世界举重那些都没外文 什么事都是中国气功室内力 好说到这个我也挺生气的 你看武侠小说里 绑大腰圆的鸡肉男 都是挨揍的角色 是不是这样 你看中国的武侠小说里 外国的骑士小说里 竟是些什么 那些什么骑士 长得很壮 跟人家打 也是跟中国武侠小说 差不多那些传奇小说 中国的为什么武侠小说 都是文弱书生 不停地咳嗽的老太太 缺一个腿的老乞丐 这种都是武林高手 黄大腰圆的 在武侠小说里 出来就是挨揍的 用不动就六个六个 出来挨揍 我小时候就纳闷这个问题 刚才想明白了 因为这些书 都是文弱书生写的 文弱书生写这些武侠小说 不是绑大腰圆的 听懂了吗 他出去买菜 跟一个绑大腰圆挤了一下 人家一看 像个瘦皮活一推 你就坐地上 秀才遇见这种 没地方讲理去 回家气坏了 写武侠小说 一赢是吧 所以看到文弱书生 一把折扇 很潇洒 哗一打开 撂倒六个大汗 就在家里一赢了 我小小说 这个这么难 好 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讲的 第五题看 All days 老年人 定三本 毕章 all days 第二 一 写 雷